好真的所有大楼可能都要注意 另外大家这几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了 像在昨天呢大家觉得好冷 其实今天清晨的气温更低了 先来关心昨天的气温 像昨天新北市的淡水只有5.9度而已 台北7.2度 可以说是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当然今天记录又被破了 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 星期四傍晚会一波更强的寒流南下 跨年夜到隔天迎接元旦的曙光 北部最低温可能只有5度而已 寒流发威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 天气冷嘰嘰 有出门的应该都有被冷到了 还有不少民众冒着寒冷 上太平山想要等着下雪 没等到白雪倒是看到了美丽的日出云海 赶快拿起相机要捕捉眼前的美景 5点多就起床了 因为刚开始觉得好冷哦 不想起来 可是你看看这个这么美丽 这么漂亮的太阳 大家都想躲在暖暖的被窝里 淡水清晨的最低温只有5.9度 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 基隆6.4度 台北7.2度 一样是冷嗖嗖的天气 下一波寒流威力更猛 从跨年一直到元月2号 最低温会荡到5度 要是30号以后 尤其入夜以后 寒流的强度会再度的增强 一直到持续元月2号这段时间 低温的现象还会持续 不管是要跨年狂欢参加party 或者是要迎接百年曙光 都一定要做好保暖预寒的准备 低温的动作 至于 sivio